疫情將近爆發三年 內地和香港通關都遙遙無期 相信旅客要等到通關來到香港 可能會發現香港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因為一些曾經名店臨立的街道 例如廣東道 名店的數量漸漸減少 最新的是H&M旗艦店 在五月底就要關門戴 H&M在尖沙咀開店已經有十年時間 租金高峰期曾經達至每個月一千萬 但現在因為疫情的問題 就降價到三百萬 結果H&M都認為租金太貴 決定不再續租 另外一個內地朋友最熟悉的香港街頭 相信應該是時代廣場門前的羅素街 在2012年的時候 這條街的租金一度超過了 法國、巴黎的鄉借麗社大街 以及美國第五大道 成為全球租金最貴的街道之一 這條街以前主要是開賣珠寶手錶 以及奢侈品的店舖 例如如Berberry、Prada、Swaski等等 現在都已經陸續搬來了 開始出現消費降級的跡象 Berberry原先的舖位在今年3月的時候 已經變成一間以變形金剛為主題的餐廳 在羅素街過去十年以來 首次有餐廳進駐 而當街的租金在2015年高峰時 曾經達到每個月八百八十萬 即是每平方米就1.7萬左右 現在已經降至到100萬 每平方米大概是1900元左右 我們跟一些地產經紀談過 他說剛才所提及的主題餐廳 是現時羅素街上唯一一間的長期租客 又透露餐廳的租金 應該是目前羅素街的市價 除了這間餐廳之外 現在這條街主要是做一些短期租客為主 例如賣口罩和買手機設備等等 高峰時期在這條街內有超過六間口罩店舖 名副其實是消費降級的 最新一間是賣燕窩 短租半年的商戶 每個月的租金只有15萬左右 據了解這個舖位前身是 公司曾經以150萬作為每個月的租金 在2015年11月租用至2022年的5月 這個位置曾經稱為香港的舖王 更早前這個舖位是由英皇中標 在2002年成租到2015年 在2015年的時候 租金已經高達250萬 若果以剛才短期租金15萬為計算 相當於租值下降了接近94% 一直以來 香港的消費主力軍 都是靠遊客去支撐 尤其是內地人 但由於因為未能通關 迫使到香港本地的零售業 就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轉變 導致到以上轉變的因素 不單止有封關 而事實上 內地譬如有一些海南免稅店的礦展 都搶走了不少的客流量 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內地人對於國潮品牌的逐漸認可 令到內地比較有錢的人 來香港買奢侈品的慣性 都開始減少 所以香港要開始慢慢摸索一條 沒有內地人消費的零售模式新業態 或者需要創造一個新的零售方式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的租金這麼貴 恐怕有一天會捱不到下去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財經的資訊 記得追蹤我們UPTV 請追蹤我們UPTV